當初的調查計劃,且所有調查結果未充分告知在地居民 因為我覺得是二島居民 其實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說你們有來做調查這件事情 然後直到今天才看到所謂的二十處的歷史的建築 在詳細位置與資料 在資訊完全不透明的狀況之下 實在很難服從 因為完全沒有人 就是我們那邊的居民完全不知道有來做調查這件事情 以上 下一位王韋漢 好 你好 我們文資審查是主計劃附帶條件要求做的 必須在主計劃裡面完成二倍獨立招標 倉促決定誰要踩誰不踩 不可謂跑程序培依新市 府內委員討論及投票的時候 叫我退席 然後要在期末報告的時候才可以送文資會做整體審議 不可在期末報告就送審議 請委員不要為這種創作的決定背書 暫停審議請重新會看 謝謝 下一位李仕君 主席文貝好 大家就是 主要講的 因為這個案子是設置搞整個一個開發的一個部分 那 我們之前在黃庭的時候已經跟 我們居民都是跟師傅表示說 當時師傅他並沒有確實做好文資聲音 然後每次回答師傅就是跟他說 我們已經做了指定五到六錯那個文資的保存 那 後來是在 一直通過去年 二月 六月二十六號 主席文貝好過的時候 師傅才 推了這個表演說要做這個文資補查 那可是 當時 所以當時 連獨層會也認為說 師傅其實並沒有做 真的有三更適合的設置做 設置到當地的文資補查的工作 那 但是覺得一直到現在 從開標到決標到現在 其實也不到執行 不到 我才不到兩三個月的時間 那 他這整個案子的執行期程大概有340個字一天 那整個算起來 我是沒看到有一個照標案 他可以這麼快 就是 不到 三分之的時間 就可以做到整個旅約期程 那 甚至說 有些居民他是到 上個禮拜 就是六月十八號的時候 他所有的全員 才交通說 有個師傅來這邊做那個限定調查 所以我會讓很難讓 居民不會有不當的影響說 師傅是當初為了 敷衍主計畫 那敷衍條件的流程 為了流程的跑 所以 希望說師傅可以確實的 再把這個整個案子跑的 調查完之後 然後 報告出來之後 再做這個文資審查 但目前為止 暫停這個文資審查 否則不然的話 到時候居民的 不滿會更嚴重 謝謝 下一位蕭文傑先生 好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想 這個案子有460萬的一個招標案 但是460萬我們到現在一個字都看不到 在場的委員應該是今天才要到一個報告對不對 我想 請問一下 460萬應該是做厚厚的一大文嗎 你今天有辦法看完嗎 應該是不可能 也就是說 你的調查報告沒有完整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這樣看 而且 以文資法 你的調查報告要先公開 各位委員不要忘記了 陸民堂就是這個教訓 當年寫的報告不就是跟鬼打架一樣嗎 調查報告就跟鬼打架一樣 還要靠民間重新去找新施政 我們也不過花一天的時間找施政而已 那也就是說 這個調查報告必須要先公開給民眾 先閱讀以後 他才能去 今天那20戶 一戶只有3.7分鐘 我們算過了 那所以我們會建議一件事情 委員今天不要背書 委員不要背書 請你把整個完整的調查 先都做完以後 然後我們才來做所謂的一個文資審議 謝謝 貝衛高師匯 貝衛高師匯 委員各位大家好 我這邊要提出 針對社子島地區20處建屋文化審議案 提出幾點疑問以及意見 那針對社子島20處建屋這個調查報告 並沒有在審議會之前提前做公開 那這個資訊不公開的方面 如何讓這20處的厲害關心人或文化團體 可以提前準備旁聽 然後登記發言的內容呢 那再來就是在文資普查進度 並沒有在公開透明 於那個明日社子島 我們僅能得知3月29號 最後一個日期是提交工作計畫報告書 那居民方面是毫無知曉此計畫報告內容 不知道調查人是如何在地進行普查 是否不太妥當呢 再一點 文資普查應該是4月開始在地調查 那卻很快速的在今天6月24日進行文資審議 社子島都市計畫全區面積302公頃 那市府單位沒有公開這20處的建物文化調查報告 我們也無法提前知曉 這20處是不是已經全區的所有須審議之建物呢 那如果是文資普查時間實在是過短 然後再加上調查報告沒有公開 這個處理實在不夠謹慎 那針對上述幾點 然後再包含今天的會議時間實在是過於衝突 需要審議20個建物 這邊居民的強烈是建議說 審議會在社子島審案需暫緩 那並且需提前將20處的建物調查報告公開透明 據悉通知所有的利害關係人 懇請將此審議案研至下個會期 一定要讓社子島居民 以及所有的利害關係人 知道這一次的文資普查方式進度及報告 才能讓居民至少是否有上代確認的文化建物 為納入此文資調查 以上謝謝 還有現場的列席的所有權人 因為有些可以有簽名沒有勾 我可能先確認一次 好 那有簽名的部分 那研憑北路七段106項6號10號12號 黃河來有沒有發言 有有沒有 好 謝謝 那接著是研憑北路八段22項46號 那其中有一位是陳志偉先生有登記發言 請你掌握的時間 樂園好 好 那基本上我們是上禮拜收到通知書 才知道有個文化審查的部分 那基本上像話內容我們是一個字都不知道 那這就算了 那我們比較想要知道說 如果立案之後 那後續的補償的方式 是不是也可以明確的告知了我們 謝謝 好 那同第一號的同房號的其他登記 有沒有要發言 有沒有發言 好 那接著下一個是研憑北路九段92項15號 李昌輝先生 沒有 沒有 謝謝 那接著是研憑北路八段242項6項2號行 李和巴仔有登記發言 一位 來找我一下 你好 你好 我是李華仔的那個所有軍人 我是李秀座 我替我叫阿倫來出席 其實我也是很公促 沒有很多足夠 我知道 上禮拜有三億當地的勘察 然後在兩天馬上收到這個通知 那事實上我覺得在說 古製這件事情上是一個非常慎重的對應我們 不管是在台北市或區域或台灣 文化發展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相信在剛剛我在列席 在已經聽到 還有不管是說的一些表態之後 我覺得勢必要讓 如果要能夠進展台灣的文化 去保存這些價值的話 是真的要好好的把該有的資訊 讓大家能夠足夠時間去聊得 這件事意義重大 然後文化負責做建築的話 他的意義就不一樣了 謝謝 下一位是 延題北路七段六十三項十二 弄文化成衣靜小姐 要不要發言 請 好 其他已經宣讀這個 所有簽名的第一號跟列席單位 跟列席單位 分析所有權 請問還有沒有要補充發言的人分 好 沒有 以上發言登記完了 好 那這部分是不是 接下來討論跟這個投票 或者是討論過程 我們府內 因為這個涉及師父的 師父的這個 有部分 土地是師父的 那這部分是不是就請李老師來協助 好老師麻煩你 謝謝 那就麻煩主席跟林鄭菇 請您再提到部分 謝謝 以下就是繼續有回答會 麻煩所有權人先到旁聽習 我們要先有緣床的部分 謝謝 謝謝 你好 謝謝 謝謝 費曉得 我們跟公務門這一步真的是都不能討論嗎 都不能參加討論還是哪一條 其實是因為按照文資局的規定 是因為涉及到要迴避的部分 投票你只有才迴避 對 應該是投票誰迴避 討論就好像迴避了 對 是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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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剛公務的 我們怎麼會知道 官方的 是怎麼 是 是 沒有 對 要看這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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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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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尤其 代表委員 應迴避討論 是 謝謝 請 請 謝謝 請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請好好照顧 那個時間蠻保護的 現在也只好從議案 各位二十處呢 二十處 我們的方式一處一處來嗎 對 其實委員如果這部分其實可以 因為懲罰的單位其實在現場 那針對一處一處的部分 需要再重複的委員諮詢部分 其實可以一處處先走過一遍 因為剛剛檢報是整個大約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 剛才民眾也有提出 你知道現在的調查嚴重複查 才進行幾個月而已 我們就要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有點 不是 因為它其實是一分階段的 第一階段是針對它文化資產價值部分先走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之後 那當然後面會涉及到每個個案 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 會跟策劃的部分 其實是整個這樣往下走 其實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當然第一個階段是針對普查的這個 所有的個案做出第一 第一層的先篩選跟篩離 然後篩離之後 會進入第二階段比較深入的調研跟車位調查 那這是整個計畫的這個流程 但是今天我們有足夠的資訊就可以 那你對這二十處我們就做文化價值資產 文化資產價值的評估嗎 馬上就可以 各位 我嚴重 今天我們往後也在 往往後也在 還有我請教一下 這個調查報告現在是起初 才做到起初嗎 然後那個調查報告在哪裡 有委員看過嗎 跟各位委員衝一下 事實上社子島地區 在當年做多計畫的時候 就已經進行過文資審查 當時留了歷史建築 文資身份 但是接下來就是因為怕 還有說有一些遺珠之汗 所以說我們為了這個慎重 特別委託在台灣科技大學 進行這個普查的調查報告 那目前進行到接近其中 其初審查在任何處已經審過了 那他們科技大學 他們進行了 對整個市子島進行的一個 完整的一個普查 然後也舉出了 其中大概有三十幾處 可能有一些文資遷秘 那在其初審查報告的時候 也提出它的一個篩選標準 還有一個評估的標準 然後決定了二十處 進行現場的會看 那麼我們有七位委員 組成的專案小組 來進行這個會看 也通知了所有的土地 跟建物的所有人 然後來在現場開場 然後得出了現在的結果 那現在就是針對這二十處 委員的當時的一些意見 還有一些背景資料在右手邊 然後左邊上現況的照片 請這個我們支持一會來 一動一動的 我們到時候會 像設議就是第一動 然後就一動一動的給委員 參考或者討論 然後來決定整個未來 是不是保留 跟於論事身分 那以上簡單說 我剛剛就是 在王慧琼老師報告之前 就跟我們隔壁的蔡委員說 我記得這個我曾經去看完 你是不是應該先讓我們知道 本來有些什麼 然後你現在又有些什麼是增加的 我們這個整個程序都不清楚 因為原來在德國在盛德島 在之前已經做過一次的調查 在105年就是衝動不了五間 對… 我可以講一下 用在什麼地方 然後你這一次增加的是 是 因為是因為涉及到 開發單位要全序的部分 我們還有一些 我們在之前第一波補查 其實在105年公告五間外 還沒有一些比較潛力的部分 所以這一次是在做 加強跟補充的調查 先做這個補充 所以針對邱委員提的 原來五間在105年公告歷史建築的部分 那麻煩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現在目前它的位置 就是現在標三角形的位置 就是已經登入為歷史建築所在的位置 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雖然這個案子時間很短 可是因為當初 就是希望我們再有比較短的時間來做完這個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 大概每個禮拜都敘舍知道 然後我也聽很多不同的意見 所以每個聚落其實我都有實際訪談 然後但是當然我不能 因為還沒有經過文資大會的審議 我也不能跟他們說歷史建築會怎樣 或者是不是會登入歷史建築 因為我們只是做補充 所以的確我們並沒有去說 你可能會登入歷史建築性 你沒有講 我也怕說萬一他期待但是後來落空 所以的確是沒有講 但是其實每個聚落的主要 就是主要的家族我全部都訪談過 那所以時間雖然是很趕 可是所有的聚落裡面的建築每一棟 都是用走路親自走過 所以並不是說只是中華看法 其實真的不一樣 那之前的那個舞動 就是現在所在的位置 然後也有考慮原有的歷史建築 然後來看待這一次的建築 那如果說現在我有需要再回顧一下 過去的舞動的話 我也可以現在報告 只是本來是覺得時間比較有限 所以沒有針對這個報告 如果想要再回顧一下過去的舞動的話 好 我現在一次有資料 另外補充一下 之前的那五處立建不在經濟堂的範圍 那已經有立建身份了 就是針對立建以外又有二十處 我知道 可是不是每一個委員都知道 曾經或什麼年簽過 如果這樣子我們先請王老師 是不是 我覺得大概就是說 每一年的時候做過些什麼東西 我們原來就已經有不同意見 現在增加什麼什麼 是不是應該這樣比較完整 好 那我們就麻煩先 我們先坐一下前面怎麼會的 可以請王老師順便 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這些建築物 好嗎 剛剛王老師的報告裡面特別提到 設置的整個發展其實非常的特別 我們現在今天的神意方向 全部都是單動建築的思考 所以請王老師也針對聚落的思考 來想這些建築物也順便跟我們報告 好嗎 好 謝謝劉委員 其實這張圖其實就是想讓大家看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就是說就算我們剛剛報告 色子島主要的聚落 就是從西州底跟西沙偉是兩個最早開發的地區 所以這兩個西沙偉它的不同家族特別說 然後也非常密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西沙偉 目前保存原有特色的建築也比較多 所以很多都會集中在西沙偉的地方 然後西沙偉它其實有四個角頭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這四個角頭的建築都可以有一些代表性的建築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它原來聚落的一些特色 那西沙偉它是因為有分成底細沙偉 我連下西沙偉 所以它也有這個能夠呈現這個聚落特色的建築 然後因為目前還沒有登錄的就是這個成家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這個頂州成家 佔的人數非常多 然後他們的那個主廚也沒有特色 所以也特別把這個成家的主廚提出來 還有接下來就是那個中州府 那中州府原來已經有禮宗記載 然後中州府因為大多數的建築都已經改建了 那現在只有一個跟它比較接近的 還有另外一戶同樣是對山禮宅 所以也是我們這次提出來的這個 可能具有文資潛力的建築 那另外一個就是福州聚落 那福州聚落那邊因為他們的那個比較單純 所以大多數的建築都已經改建了 所以除了已經登錄了歷史建築的福州王宅之外 那周邊就其實並沒有特別 就還保存當地特色的建築就很少 所以這次就沒有再特別提出來 大概這一次的考慮一個就是說 跟它所在的位置是不是能夠呈現原有的這個地方特色 那另外一個就是建築本身保存是不是完整 這個原來在登錄歷史建築的時候就會考慮的一個因素 所以基本上還是就是根據文資法所需要的這個了解 然後我們來提出這樣子的一個建議 好那接下來因為我這邊也是有那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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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